Lio聊世紀天天同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西西里人 這場比賽是 逢牛杯的預選賽 殺秋拳 這場比賽是比較特別的帝國戰爭模式 開局就是有28吋 這場比賽是羅馬對西西里 先來看一下道德這邊開局 就按了裝甲步兵的升級 一棒棒出局 然後又補了一個均衣雙兵營 開始出裝甲步兵 看來道德為了贏得 紅牛杯的最後資格賽 死出了渾身結束 開局就升裝甲 開局按羅馬跟工兵 有點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道德的 裝甲開局 能不能打到點東西 那ACCN是一個標準的工兵開局 工兵開 然後對上裝甲應該是 輕而易舉 可以擋下道德的裝甲壓制 好 一級設計點下了 然後可以看到工兵的移動速是0.96 裝甲步兵只有0.9 所以裝甲步兵在移動速度的情況下 是劣勢於弓箭手 而且弓箭手的射程也是大於裝甲步兵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遊戲會變成 步兵都非常劣勢的情況 就是因為前期打步兵被壓制的情況是比較常見的 好 那現在來看到這裡 裝甲步兵直接撞在臉上 工兵加上槍兵肉馬直接往前開A 準備要把這隻裝甲步兵給A死了 好 後面兩隻裝甲也慢慢走過來 驚動式也是很可憐 裝甲步兵有點吃力 但是已經轉出了毛兵 現在有毛兵打工兵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追不到 裝甲步兵追不到 但正面打起來威力是很強的 OK 裝甲步兵正面稍微打回去了一波之後 補下了一個碼頭 待會這個碼頭就可以來吃這些金槍魚群 還有這個箭魚群 這個魚呢 吃一吃喔 大概會有兩千多肉 這麼多 所以千奇捕魚喔 真的很重要 那西西里人呢 這邊是在沿岸的部分喔 蓋了一個城樓 城樓這邊可以防守住 這裡的牧區阿 撈魚的村民 甚至馬頭都可以稍微防守到 那這也是西西里人的一個小小優勢喔 前期的箭塔血量比較多喔 那箭塔好會自動隨著時代慢慢變強喔 OK 那這裡道德左邊 看到有洞 但是感覺是ACCM故意的 那又補了一個房子 裝甲步兵直接開砍防射 這裡弓兵好像沒按幾隻 那裝甲步兵配毛兵的打法好像有點給力 那羅馬人呢 只要頂下一點的防護力之後 可以獲得雙倍的效果 所以裝甲步兵的防護力是三點的 但是ACCM這邊也是走一個步兵開局配弓兵 哇 這個薩金特衛兵 跟裝甲步兵傷害一樣喔 都是5點傷害 直接砍死了 那裝甲步兵是6點喔 講錯 現在是5加1喔 一樣是6點 那裝甲步兵是6點傷害 點下一攻之後會比薩金特衛兵多一點傷害值 OK 這裡 箭塔蓋好了 逼退弓箭手 正前方的裝甲步兵還在往前砍 只會往前 A就對了 裝甲步兵的優勢就是砍建築物傷害高 而且近戰攻擊力還不錯 而且現在羅馬的優勢就是 防護力高嘛 不太怕對方射 好 村民直接緩擊回去 但是要被射死一村 含血直接被薩金特衛兵給拿掉 OK 這一波裝甲步兵還是很尷尬 終究是追不到的 總覺得好像要讓 世紀帝國的步兵喔 移動速度大於攻兵才行喔 至少移動速度要到1吧 不然追不到攻兵 似乎 烈絲過頭 好 這邊現在 有點多 裝甲 暫時 防止有為好 所以這裡沒事 補了一個劍塔 好 上面挖石頭 村民本來想要走 看到沒有往上走 繼續挖 目前海戰的部分 西西以人並沒有很積極的 去控制這個湖喔 道德這裡有了控制權 也沒有補漁船 這一點就有點微妙了 好 可能這邊是想要存一點木頭 道一身 城堡時代 3TC開農嗎 好 不確定 可能這個湖 即使自己不吃 也不要讓對方吃 的一個想法 也說不定 好 目前這裡看起來 攻兵數量還不是到非常多 只有4隻而已 反正是薩金特衛兵 暗子數量是真的多 來到了10隻左右了 OK 道德點下城堡時代 左邊這一坨 裝甲不明想要衝過來 但是有城樓在 射倒了一隻裝甲 好 左右兩邊想要控制 但是西西里人 慢慢把自己的城樓往6X 開始要把這個圖 慢慢控出去了嗎 好 持爆發 看一下 炸個一波 OK 好 殘血拿下 國戰船有點劣勢了 又卡到了一下 應該是可以拿下了 OK 現在城堡時代好一分鐘 道德這裡沒有打算要衝一波 反而是保存了這些裝甲不明數量 待會升到常見兵再點下二防 哇 這就毀天滅地了 因為這個二防的裝甲步兵 防護力是遠防5點 那如果是攻兵的話 現在的攻擊力只有5點 這一下都只有一滴血 那我們來看一下羅馬人 道德要不要趕快點下護衛技術 就可以比較好追上攻兵了 來 準備點下常見兵 護衛技術 二防全點沒問題 升級非常的快速 打一個極限升 喔 這邊除了升級負兵之外 連弓兵也點了下去 我還以為他會升戰矛 結果點的是弓兵啊 打的就是一個黃金兵全部壓制的做法 OK 那這個弓兵 升上去的話 是件好事嗎 那為什麼他要升弓兵呢 是因為西西里 他的薩金特衛兵的數量有點多啊 所以如果要打出更多的優勢啦 似乎真的是需要靠後方的工兵喔 去做優勢交換才行 好 這邊直接低調魔防 長見兵升級好 遠防5 近防5 攻擊力9點 開始瘋狂手撕 劍塔努力的在射後面的工兵 工兵有點殘血 但是在後面幫忙輸出 前面有一波長見兵衝了出去 但是被薩金特衛兵直接打到頭破壞了喔 OK 升級下去 薩金特衛兵傷害也終於來到了8加1的傷害 OK 比這個長見兵差了一點傷害 但是薩金特衛兵的數量真的是優勢的 甚至連這些工兵也被敲到頭破血流 沒有辦法 薩金特衛兵解釋防力頗高的 護兵單位 哇 天生雙三防 太坦了這個 OK 長見兵當然是有點難抗 這一波道特雖然拿下了城樓 但是並沒有抓到太多的村民 村民術兩邊是差不多的 44對46村 OK 希西里人也點下了二防 這是什麼特殊對決 兩邊都是一個步兵壓制 近防武 遠防武 兩邊都是雙防武的一個對戰 OK 希西里人跟魯馬人 兩邊最不同的地方是薩金特衛兵 只有8點傷害喔 長見兵是9點 血量上來說的話也是薩金特衛兵 比較有優勢一點 薩金特衛兵現在擁有體質上的優勢 左邊這裡有一波打鬥 薩金特衛兵抓到撈魚的村民 火馬人到此點下了一隻馬弓 但這個馬弓是不小心點刀的嗎 不確定 好 右邊這一坨 薩金特衛兵要被擠掉了 但左邊這裡的攻勢打得很不錯 還是有做到蠻多的事情 好 橙樓開始慢慢插過來了 右邊的戰線引了回去 好 把弓稍微拉一下 到蠻多的戰術 到蠻多的申鵝 到蠻多的申鵝 開始嘗試招翔 右邊的戰線已經推到了 AC線的家裡 AC線這邊薩金特衛兵狂追申鵝 申鵝要拿下了嗎 一刀搞定 好 那現在戰線的部分 對於盜塘來說 是開始有點危險的 這裡連環 也不算連環塔 這個城樓一路一路插過來的話 對於 AC線的補兵 或是進攻支援點 是相當 越來越輕鬆的 而且這裡 拆到沿海地方越多 就意味著 這邊撈魚撈的肉更多 可以產出更多的薩金特衛兵 所以這一把對於盜塘來說 他有亮王塔的劣勢之處 而是西里人有承諾的 這個體質跟自動升級的優勢 所以兩邊雖然步兵 情況很像 但是劍塔的部分 卻不太一樣 所以盜塘這邊是 稍微小小點劣勢 可能要轉些弩炮出來 才能打了 好 這邊確實轉弩炮 好 後方的重建兵 開始在後方繞來繞去 看其實這邊前方 有很多村民一直在撈魚啊 光是這一坨魚 大概就有兩千多肉了 如果再繼續往下 把這些魚撈掉的話 哇 這個ACCM的肉是真的多 好 開始有奴炮了 奴炮之後 西西里人 要反制 就有辦法 就出投石車 要補工程器製造所嗎 OK 剛剛講完就補了 好 後方 挖石頭村民直接繞幹 四隻村民 即時逃離 沒問題 那現在這個對局來說 右邊的區域 還是要趕快空下 待會再插幾個層了 再把這些魚撈起來 哇 這一坨就已經有兩千八百多肉了 所以道德他的目標應該也是要這樣子 把這邊地區延岸拿下來 這張地圖撈魚很重要 好 ACCM這邊繼續往右補 補了一個新的城樓 後方這些常見兵做不到太多事情 開始有點無所自從 該怎麼辦呢 怎麼辦 只能走來走去巡邏 好 左邊又看到一個新的實況 ACCM這裡可以再補一個採礦地 好 道德用生鯉 再次招搶了幾隻薩金特衛兵 現在準備要來插寶 控一下這個 海了 好 這裡有看到 要醜了要醜了 那這根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也不是非常有用啊 我總覺得 稻草岩跟他從左邊繞幹出去 然後直接插在這個地方會更好 直接控下面這個城樓跟上面這個黃金點 把這兩個城樓直接控制 直衝中間的城鎮中心 可能會更好一些 感覺這跟城堡能做到事情 並不是非常多 畢竟這裡的魚都繞得差不多了 沒有什麼需要重要的守護支援點的感覺 好 那現在右邊的部分 道德也守住了 薩金特衛兵的騷擾 那薩金特衛兵也在追逐上方的常見兵 OK 這一波城堡 打掉了對方城樓 ACCM 右邊有更多的城樓 果然慢慢插過來了 右邊還有更多的魚 道德有點投資錯了 如果城堡往右插的話 會不會更好呢 這些魚群 哇 還有4000多肉呢 好 左側的部分 繼續用工程器打 等著兩隻森鱗有點危險 往後拉一下 好 這些魚群也轉出了生鋁 稍微招翔 在旁邊變成生鋁步兵戰 加工程器 好 道德轉出了3TC 嘗試一下這一步的進攻 再繼續往上貼 薩金特衛兵放了出來 又收了進去 再放出來打架 好 道德這邊有點慫 會怕 但是還是得放出來打架 好嘞 這一波開打 薩金特衛兵過來輸出一下 想要把生鋁拿掉 在後面的生鋁一直在瘋狂補血 最後還是被射倒 但是正方的薩金特衛兵 跟長劍兵一陣亂鬥 這一波亂鬥 在城樓的底下瘋狂開打 但是羅馬人 這邊有4台弩套 在後面幫忙補輸出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直接穿透了 西西里人的 護兵防線 右邊道德有點小小受傷 這裡有幾隻薩金特衛兵抓到了金礦處的村民 只能選擇往回走 好 那ACCN這邊要趕快按更多薩金特衛兵 現在薩金特衛兵只能靠城樓產出 現在也沒有城堡 如果要守住的話 感覺後面這裡要再補一根劍塔 要不然好像會被 道德手撕完喔 好 結果這裡生女失誤 直接往前走喔 又被射倒兩隻 三隻 三百斤就這樣沒了 好 走掉最後一發箭矢 看薩金特衛隊已經衝了過來 又抓掉了一隻生女 六隻生女全部被抓掉 現在對於道德來說有點尷尬 生女一倒 就不能補血 也不能招搶敵方薩金特衛兵 前方有些薩金特衛兵也突破了防線 開始對於弩套造成成盾的傷害阿 哇 道德這裡難受了 OK 就拆掉了一台 好 正面的盧炮 繼續出出 好 ACCM 補下了一隻農田 開始補田 後面撒農田了 老魚的部分快要結束了 這裡沒有辦法再繼續囉 好 又補了一個魔防 但下面就是道德家 道德有沒有看到 要不要買個200石頭 一樣來插寶碰這個魚塘呢 這個魚塘控制不下來會有點小傷 看道德現在也是準備轉農田了 好 補了 補了買了200石頭開城堡 很積極 碰這個魚塘 OK 但希西林其實不撈這些魚也沒有差喔 很實在了 最近 鐵這個二級農田之後 這個農田的庫存漏量 可以提升到兩倍了 人家吃一輪田 他可以吃兩輪 喔 不要 別人吃兩輪田 他只需要撒一輪田 省下了一倍的木頭量 這ACCM這邊開農起來的話 我覺得並不會太劣勢於羅馬人 以種田的效率來講 OK 後面直接往回走 用這些薩金托衛兵作為電敵 在兩邊的交戰 看起來 道德所有兩邊都有城堡相當的穩 但是並沒有重創敵方的經濟 現在 道德還是算是領先狀態 只有那樣的也算是領先了一萬多 一千多塊而已 後面經濟現在非常的好 好 荒田來看一下 撒完會有多少田可以採 一片田呢 點一級農喔 大概會有 344點農田 哇 真的是多阿 本農田基本量60塊300多肉 我覺得不虧 OK 這邊殺金托衛兵 直接拷爛 刷賽了刷賽了 怎麼辦 怎麼辦 開始擦城樓了嗎 結果擦城樓 我怎麼覺得 道德好像要贏了 道德的薩金托衛兵 這邊也有薩金托衛兵 去尻對手的薩金托衛兵 金托衛兵 快要蓋好 上次刀翔 收進去 好 接著僧侶 好 村民 收進去補一些傷害 這些殺進去衛兵會有點危險 好 這裡趕快 開了這個劍塔 應該問題就不大 在左邊也有少量的燒戰 大家互相控除 看看這個視野 結果這裡怎麼又有一個劍塔呢 好 這個城樓扛不住 正著的繞幹 走了 好 這裡過來 但羅馬人他沒有這個 點救出思想 所以過來應該也不是招想 那 現在道特 可以也要跟對方 正面實戰 這隻蟻人 這邊嘗試反擊 好 稍微修理一下城樓 哇 這個射村 射薩金托衛兵 真的沒傷害啊 6點傷害 射薩金托衛兵 也就是1點 這波拿下 那帝王時代 還有10秒鐘 ACCN這邊帝王時代 還沒有辦法升級上去 ACCN從後方 開始把城樓給建了起來 怎麼辦怎麼辦 這一波 電塔越插越深 但是 道特的 常見兵 已經壓制住了這個地區 看來要再繼續插城樓 騷擾道特 好像有點困難 現在道特及帝王時代了 ACCN這邊完全沒有辦法升級 而且奴法怎麼走到這裡來了 哇 林軍千里啊 好 到了馬上補下了軍團兵 軍團兵是可以跳過雙手劍兵 直接升級到最強步兵的一個階段 這也是羅馬人丟點 但是ACCN這時候突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道特拿下比賽勝利 哇 ACCN這個城樓塔推 對 戰術不錯 但是經濟炸裂 經濟羅馬人越後期 經濟就越好 可以看到羅馬人後期這邊經濟贏的大約快要3000資源 整體來說 羅馬人到了後期 如果前面有打架的話 CCN可能會越打越劣勢 經濟好的部分 只有城堡時代中期 跟帝王後期的肉量比較好 但越打越後期 CCN又有這個科技上不足的問題 所以 CCN如果在城堡時代或帝王時代初期 沒有打爆對手 基本上就是有點涼掉了 所以有可能ACCN是這個原因 所以才打下GG的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道特拿下 食物、黃金、木材、聖影 食料稍微輸了一些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